富士康 他跟海外那些最强的那些 真的硬件的厂商都是有合作的 他非常了解海外的生产制造 它必须要有个标准 现在进入到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等于说硬件跟软件要结合的时代 我想富士康重要的局限就蛮重要 我们在制造的领域 在设计开发的领域 可以把这家公司很快的 让它能够有一个市场的占有率